2023年7月19日 歌手刀狼的新歌《罗刹海事》上市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 这首歌的全球播放量竟然达到了80亿次 就是说这么多次 这难道不是世界第一吗? 那么《罗刹海事》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简单的说 好听 但是特别难懂 我今天就给大家解读一下《罗刹海事》 让学习汉语的朋友们也能欣赏这首歌 也能理解中国的《罗刹海事》现象 《罗刹海事》现象不仅指这首歌的播放量巨大 更重要的是 对这首歌的解读也是见仁见智 差别很大 当然 我的解读也只代表我个人的理解 《罗刹海事》是清代作家普松林的一篇小说的名字 小说的主人公叫马记 他美风姿 少替躺 从小就被称为美男子 有一次 马记出海经商时 遇到飓风 被吹到了中国东边两万六千里的大罗刹国 这个国家的城墙全都是黑色的 国家重视的不是文化而是相貌 相貌越俊美地位就越高 不过大罗刹国的俊美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丑陋 该国的总理长了三个鼻孔 其他高官也都争宁怪异 马记这样的美男子反而被当成妖怪 有一次 马记用眉把脸涂黑 无比难看 但是大罗刹国的人却觉得黑脸的马记很美 国王并且因此封他做了高官 总之 大罗刹国是一个美丑颠倒 以丑为美的地方 马记后来又去了海市 歌曲《罗刹海市》并没有涉及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也就不提了 大罗刹国本来就是蒲松林虚构的一个国家 从这个国家再向东两万六千里 是什么地方呢? 当然也是虚构的地方 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为了方便 下面我们就称这个地方 为X国 七冲和浇海是中医的术语 过七冲越浇海的意思是 人们吃下的食物经过身体的不同部位 最后身体不需要的东西变成大便被排出体外 三寸的黄泥地指的就是大便 这句歌词是说 经过两万六千里千辛万苦到达的X国 却是一个不干净很肮脏的地方 汉语里有一个成语 一丘之河 意思是同一座山丘上的狐狸 用来比喻彼此一样都是坏人 没有差别 一丘河是从一丘之河来的 成语 盈盈狗狗 指像苍蝇一样吃腐烂的食物 像狗一样狗且偷生 狗狗营是从盈盈狗狗来的 一丘河和狗狗营是X国的两个地方 这也意味着X国的社会环境很差 当家的是负责人 插杆就是后台老板 马户就是驴 把汉字驴拆开后就成了马户 这句歌词是说 狗狗营的男老板名叫马户 是一头驴 花场是风月场青楼 浑名是一个人的外号 这句歌词是说 马户在方圆石里的风月场中非常有名 马户是男的 这里却用了他 后边讲到女的的时候 却用了他 这大概是在讽刺狗狗营男女不分 两耳棒肩是说 耳朵特别长 到了肩上 三孔鼻是说 有三个鼻孔 这句是说 马户长相丑陋 未曾是没有 开言是开始说话 定是屁股 这句是说 马户没有开始说话之前 先转屁股 转完屁股再说话 这句比较简单 是说马户每天都蹲在窝里 孵蛋 马户是头驴啊 驴是不孵蛋的 看到这里 大家一定觉得非常奇怪吧 这句歌词给出了答案 原来马户这家伙 大半辈子都以为自己是只鸡 所以要每天蹲窝孵蛋 老坟嘴是经常逛风月场的 油嘴滑舌的老男人 在这里指马户 马户大半辈子以为自己是一只鸡 每天蹲窝孵蛋 这也就是说 他不知道自己是一头驴 汉字鸡拆开后就是幼鸟 鸡不知道自己是鸡 和前面驴不知道自己是驴 一样荒唐可笑 X国的狗狗营里充斥着这样的 没有自知之明的家伙 沟兰是风月场祭院 这本来不是什么高雅的地方 却要打扮成高雅的样子 公公是太监 因为在皇帝身边工作 总是喜欢药物扬威 马户的事是从蒲松林的小说里来的 中国在大罗刹国的西边 所以说打西边来 打在这里是从的意思 打西边来就是从西边来 风姿是风度姿态 少是年少年轻 替躺是洒脱不拘束 华夏是中国 这是说马戒是中国人 洒脱帅气 风度翩翩 马戒出海经商时 遇到飓风 被吹到大罗刹国 当地人看到马戒 以为他是妖怪 对于马戒来说 大罗刹国就是险滩 就是恶地 就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大罗刹国是一个 美丑颠倒 以丑为美的地方 马戒到达此地后 马上就明白了这一点 草鸡就是母鸡 清晨打鸣报小 本是公鸡的工作 现在却由母鸡来做了 妓女本不是真心 却把对客人真心实意的话 写在门上 这也是在说大罗刹国 常颠倒 红苗翅和绿秀机关 说的是鸡 鸡把自己的翅膀涂红 把机关秀绿 黑化皮和金香蹄 说的是驴 驴把自己的皮 画成黑色的 用金色来装饰自己的蹄字 都是奇怪无比的做法 鸡和驴的各种操作 红苗翅黑化皮 绿秀机关金香蹄 本想改变自己的形象 但这就像眉袋一样 本来就是黑的 你想把它洗白 怎么努力 也是白费功夫 那马虎不证道道道 吃皮头里 那有鸟不证道道道 吃一吃鸡 既有花糖等猪狗 拿来写吧 画糖 类似美术馆 存放的是美术作品 而不可能是猪和狗 鞋拔是帮助穿鞋的工具 如意是金玉制成的 象征吉祥的器物 鞋拔是不可能变成如意的 爱的繁体是爱 中间有心 爱当然要用心 但心意却有好有呆 以爱的名义所做的事情 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女和子合起来就是好字 但女子女人 中也有坏人 黄蜂是一种黄色的昆虫 尾巴上的针刺有毒 用于攻击敌人 还有黄蜂尾上针 是说有的女人 像黄蜂尾上针一样可怕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生于奥地利 后入英国籍 是20世纪 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主要研究逻辑学和语言哲学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 是一位钢铁巨头 欧钢指的是欧洲的钢铁业 炎也是说 马虎幼鸟是语言问题 鸡驴则是世界上的东西 是一种事实 这句是说 维特根斯坦讨论了 语言和世界 以及事实的关系问题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s the limits of my world 我把它翻译成 语言的限制 就是对我的世界的限制 我们知道 语言可以描写事实 但不限于此 也可以用语言描写想象的世界 掌握话语权的人 甚至用语言来改变事实 颠倒黑白 对语言描写的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理解程度 决定了我们自己的世界的宽广程度 这几句简单地说 就是语言和世界 以及事实的关系 是非常复杂的 不容易搞清楚 这就是说 语言的问题 是我们人类的根本问题 维特根斯坦说过 Nothing is so difficult as not deceiving oneself 没有比不欺骗自己更难的了 这是因为 我们会被别人用语言洗脑 从而不自觉地欺骗了自己 因此对人类来说 语言以及语言的使用 非常非常重要 罗刹海事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